2017年6月一天凌晨,保姆默幻精在两状一单元1802室内纵火,造成四人死亡的严重后果。 这家的女主人和三个孩子全部葬身火海,而男主人林生斌事发时不在家中,躲过了一劫。 当时事发后第二天,林生斌家的玻璃幕墙被烧得焦黑裸露在外面,像一块难看的伤疤。 而在小区门口,很多市民自发来到这里,献上了鲜花表示缅怀。 我没想到经常路过的地方,会发生这种惨绝人寰的案件。 我更想不到在案发四年后,事情竟然再次因为一些变化,而被全民关注。 事发后,默幻精很快被执行了死刑,旅程也很快进行了巨额赔偿,而林生斌失去了挚爱,只能举举独行。 或许是为了逃避痛苦,他再注册了社媒,名字就叫做老婆孩子在天堂,他还把亲人吻在了身上。 这四年来,网友为他送上了无数安慰,大家希望他能尽快走出阴霾。 就在今年六月的最后一天,晚上十一点,林生斌突然发文称自己喜得异女。 大家在为他送上祝福的时候,心里不免嘀咕,他是不是好得太快了点。 试者一意,生者当坚强。 林生斌事发四年后总建新家庭,喜得异女。 按理说没啥问题。 可是关注他四年的我,却总觉得有点别扭。 别扭在哪儿? 他转变得太突兀了。 一般人经历这种事。 心路历程大概是这样的。 悲痛欲绝,逐渐接受现实,与痛苦对抗,归于沉寂,消失于大众事业,重新开始新生活。 可是林生斌这四年来,从来没在网上消停过。 每次出现几乎都会缅怀一下过去的亲人。 他给人的感觉大概是这样的。 我好痛苦,我好难受,我生不如死,我肝肠寸断。 我还是走不出来。 然后大家安慰他,为了失去的亲人。 你也要好好活着。 然后就是,大家好,我生完了。 对,就是这个节奏让大家有些别扭。 还有一个别扭的点在于,他的第二任妻子是97年的。 今年才24岁,比他小了整整16岁。 虽然说爱情是没有年龄限制的,但这个年龄差还是引起了大家的猜想。 许多人开始算起了数学题。 林生斌今年得女。 那么2020年6月他老婆就怀上了。 而两人从相识到结婚怎么也得一年吧。 那么两人2019年就好上了。 而这起案件最后的审判时间,是2018年的6月。 当时林生斌还在设媒里说,自己打算用三年时间走出来。 结果没过半年就结交了小女友。 这和他自己对外表现的人,设多少有点偏差了。 当然了人性本来就是复杂的。 比如苏氏。 当年妻子去世后,他被痛欲诀写下了江城子怀念王妻。 情真义切。 感人至深。 但许多人不知道。 他写这首词时。 新曲的小妾就在旁边淹没。 苏氏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时的感情是真的。 他和新欢惊惊我我也是真的。 这就是人性。 林生斌在怀念死去妻儿的同时结交新女友。 用心欢愉和伤痛。 从情理上也能说得过去。 所以大部分网友,虽然心里有些隔音。 但都为林生斌送上了祝福。 但不免隐约觉得。 这背后有事儿。 林生斌发文的时间,几乎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刻。 一个小时之后就是举国欢腾的大日子。 他选择在一个注定上不了热搜的时刻,公布自己生麻的信息。 是有预盖弥彰之嫌的。 果然。 之后的一两天里。 网上出现了大量的爆料。 林生斌的前大舅子。 蓝色钱江的小区业主。 还有神通广大的网友都站出来爆出了大量的猛料。 一夜之间。 林生斌经营四年的申请人设。 被拉进了舆论漩涡中心。 随着网上爆出的这些新证据越来越多。 再次回顾这件事实才发现。 这起事件竟然出现了这么多的疑似反转点。 这八个疑点。 背后的八件事情。 要坐实了的话。 林生斌的人设想再翻身。 就没有希望了。 1.1 林生斌的出身。 林生斌之前被认为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。 有着自己的服装品牌。 而在最新的爆料里。 他被指最初只是个理发师。 被网友戏称为Tommy老师。 文章还说后来林生斌凭借英俊的外貌,吸引了富家女朱小珍。 后者不顾家人的反对,毅然嫁给了他。 还给他生了两儿一女。 如果这一消息属实。 那其实也就说明了,他服装生意的成功,很大程度得益于妻子家雄厚财力的支持。 1.2 事发时的感情状态。 之前新闻报道里都在描述林生斌和妻子如何恩爱。 可是在最新的爆料里却说,林生斌那个97年的二婚妻子,其实是小三上位。 早在2017年,他已经和林生斌好上了。 林生斌那时候其实已经对妻子很疏远了。 更有人提出了一个更为疯狂的假设,说林生斌在案发时,刚好和小三在一起,躲过了一劫。 网友还爆料,去年6月,林生斌的新婚妻子,特意跑去他亡妻的目前发了一条动态,你微微地笑着。 不同我说话,而我觉得,为了这一天,我已经等待很久了。 这句话出自泰戈尔菲鸟基,大意是虽然你只是微笑,但足以让我很高兴,形容对别人的爱慕。 显然如果林生斌现任妻子,真的发了这条动态,很难理解成是对恋人的告白。 毕竟标注的地点是目的,再联系到林生斌逝去的妻子。 如果这条动态属实,的确是有些让人毛骨悚然。 1.3,事发后他令人诧异的言行。 之前的报道里,林生斌在事发后有理有结,表示自己要为妻儿和绿城死磕到底。 可知蓝色钱江的业主爆料,事发时林生斌做了件大事。 他在小区违规修建了一个灵堂。 在六月酷热的天气里,把妻儿的冰棺放在那里作为和绿城谈判的筹码。 随后他拿着照相机对着妻儿的尸体拍照,还把照片发到了小区业主群里。 其他业主也被迫卷入乱局。 虽然人在失去亲人的情况下,容易丧失理智。 但如果这些爆料是真,那林生斌的言行举止,还是相当令人诧异的。 1.4,林生斌立的两个flag。 我们姑且把他上面疯狂的行为,理解成遭遇重大打击后的病态之举吧。 可还有两件事是不能这么搪塞过去的。 他在事发时立了第一个flag。 不接受绿城赔偿。 要把绿城告到底。 可随后他起诉绿城时,提出了1.3亿赔偿金的要求。 最后双方协商后,绿城以一个满意的价格,成功封住了他的嘴。 拿到赔偿掩旗息鼓后,林生斌接受采访时立了第二个flag。 他接受采访。 公开表示那笔巨额赔偿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 他要建立一个基金会。 取名童真一生。 帮助遭遇同样不幸的家庭。 他特意用了一个词一分不少。 4年过去了。 查遍全网也没有找到这个基金会的下落。 也没有一个人声称,接受过这家基金会的捐助。 既然这两个flag我们是可以确定的。 那对照结果看。 林生斌确实有些失信。 如果他不能提供他所说的基金会运作明细。 那真是自毁形象。 1.5 创立品牌动机存疑。 我们不知道林生斌到底,有没有建立童真一生基金会。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。 他在2017年9月,将自己创立十多年的品牌进行了改名。 新的品牌名就是童真一生。 在接受采访时,林生斌表示创立这个新品牌,是为了缅怀自己的孩子。 这个说法乍一看没有问题。 可是随后他开始为自己的品牌直播带货。 直播间里几乎每次都会提到死去的孩子。 店铺里的模特罩,是他自己带着两个小孩。 本来是不能轻易揭开的伤疤,却客观上成为了他的财富密码。 他究竟是真缅怀孩子? 还是有着其他想法? 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。 1.6 最大的黑点。 从前大舅子的发文来看。 林生斌一边在网上树立自己的深情人设。 隔三差五缅怀七死孩子。 一边却对前岳父岳母不闻不问。 前大舅子还说。 巨额赔偿下来。 叫两位老人找律师与他对峙。 听起来已经是一种公开对立的状态。 这些事情都能在林生斌前大舅子的设媒里找到印证。 林生斌如果不能解释好这事儿。 他就是真正的两面人了。 1.7 做慈善涉嫌炒作。 Tony老师出身的林生斌, 却极其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。 看了他四年的设媒。 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文艺青年。 遣词造句都极其讲究。 而且每当他快被大家遗忘的时候。 总会有一些新的事件发生。 让我们重新记起他。 姨惠儿要出家了。 看破红尘了。 姨惠儿看心理医生了。 医生告诉他要活在当下了。 姨惠儿给武汉针了五千个口罩了。 姨惠儿和明星合作做公益了。 姨惠儿又去福利园慰问老人了。 姨惠儿又帮助脑瘫患儿了。 当然他做的这些是值得表扬。 这是毋庸置疑的。 但如果他真的独吞1.2亿赔款。 对岳父岳母不闻不问。 大家是有理由怀疑你是自我炒作的。 1.8 设媒改名有蹊跷。 2020年7月。 林生斌把设媒主夜明老婆孩子,在天堂更改为林生斌。 当时大家觉得他已经走出来了。 是想用一个新的身份生活。 可现在一推断。 我们就发现。 那时他又昏了。 老婆刚好怀上了。 老婆孩子在天堂,无疑成了一句诅咒。 所以他才改名的。 其实改名也无可厚非。 既然已经开始新生活了。 换掉这种对现任妻子不尊重的名字是理所当然的。 任何人面对这样一个情况,都会毫不犹豫地换名字。 周围的人也希望他能忘记过去。 迎接崭新的生活。 但对新婚这事你不能一边偷偷藏在心里。 一边继续在大众面前,拿死去的亲人说事儿。 即使到了今年清明节。 新老婆快生了。 她还在设媒发文道,等忙完这一生。 我来看你们。 深情人设依然拉满。 不知他临盆的妻子该怎么想。 有网友就调侃林生斌,白天直播上坟。 晚上忙着造人。 这话虽然狠。 却是不少网友的真实心声。 经过盘点。 我们就发现。 很多人以为盖观定论的事儿。 其实背后的真相完全难以捉摸。 莫幻经烧死林生斌一家四口固然可恶。 但如果林生斌这八大疑点,要是全部坐实。 无疑更让人心寒。 林生斌想翻身。 就没有希望了。